这些充满时光印记的汉字 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中国书法是汉字唯一托的古老艺术形式 鲜明的民族特色始终让它屹立在世界艺术之灵 在国际文化传播和国际中文教学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湖南教育出版社编审龙玉群老师 做客演讲书法与中国文化 漫谈书法艺术 龙玉群老师是一位资深的出版社编辑 做编著图书 曾获国家图书奖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一本好书奖等 省部级各类图书奖 出版译著卢卡契谈话录 社会环境下的图书出版 他近年来专注于书法艺术 与摄影理论的研究与探讨 相关摄影作品 书法作品 受到业内外人士高度评价 关于书法的学习 龙老师认为 只有甘愿忍受 默默无闻的人 才会愿意在此道行走 他在书房书写时 常常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 写下的废纸舍不得丢 导致书房几乎没有 可以站脚的地方 而他也索性将书房 命名为废纸斋 戏言要用废纸时间求一字 由此可见 琴也是他写出好字的重要秘诀之一 那在今天的讲座中 龙老师不仅将与我们详细分享 他在学习书法过程中 总结出的经验方法和个人感悟 还会在课件中 与我们展示多幅 他精美的书画作品 下面有请龙玉群老师 开始今天的演讲 掌声有请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来到 再次来到参讲讲谈 谈说法 我大概是2019年的12月28号 在这里讲过一次 我的退休生活 那次的讲座呢 我是以这个讲我的摄影为主体 讲了一点点 关于书法学习的我的看法 讲过以后呢 很多人说 很希望我能够谈谈书法 因此呢 今天又很人性地 接受到这个邀请 到这里来给大家谈谈 我对中国书法的理解 中国书法 我对学习的呢 这个时间不惨 我大概是在我退休前几年 才开始晚起书法来 到现在整整花的时间 大概就是12年 但是这个12年走过来呢 好像取得了比较好的 社会反响和业内的认同 这里面呢 我刚才介绍人说 我是发了很多很多功夫在玩 确确实实 我在我的生活中间 后来选择玩书法的这个中间呢 我就发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大概每天的平均时间呢 我算了一下 估计大概是五个小时 平均五个小时左右 早上起来 中午 晚上 可能呢 就把那很多的时间 就滑在这个书法学习上面了 但是这个学习中间 我最后自己个人体费很深的 就是一个什么呢 好像就是要对书法的理论上的问题 要进行一番思索 需要好好的理解一下 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因此呢 我在这个上面呢 做过很多思索 前不久呢 大概是上个月的十八号 我在长沙办了我的第一次的书法展览 我的书法展览呢 就是标题就是 与谷为图 龙玉群书法展 那个里面呢 就把我的 所有的这个几年来的书法作品 做了一个展示 然后里面 实际上所透露出来的 就是我对中国书法 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一种理解 然后我把我这种理解 划为了我的书法的表现 因此今天呢 我很高兴地在这里 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标题 这么一个题目 叫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但是这个题目 它很大 因为要研究好中国书法 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这里面呢 也许我在这里一段时间 也讲不太很 讲不得很清楚 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因此呢 我想结合着 我对书法学习的方法上面 来谈谈 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可以就比较具体一点谈一下 我的讲演呢 这是准备 重点就谈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是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第二个话题 是中国书法学习的逻辑路径的重要性 然后就谈一下 这个我的书法学习的过程 教训及体肺 我重点 会在谈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的东西 第一个方面的东西 我讲这么几个小话题 如何理解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大家 叫邢炳明先生 他说过一句话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 这句话就把中国书法 它的重要的地位把它涂了出来 而且他提的高度是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 这个我怎么理解 我觉得 必须下很大的功夫去理解一下 在这里呢 我不想多谈 我就想谈两个方面 李兆河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书法 中国文化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中国的周易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书法 他认为这两个东西你理解清楚了 你就把中国文化本身就搞清楚了 周易 他谈的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在他里面演绎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后来的所有的根 在他那里演绎出来了 而周易的起源 其实我们就看到他和书法有很多相同的东西 中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杠 所以后来人就说 这一画是可以开天的 是吧 因此呢 周易的思想里面 他就是把这个一横一画 把这个世界画分出来以后 再把它断开 有一个两横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 就这么一个一横画出来 他的八卦的演绎 就是都是从这边 把它演绎出来的 那这个演绎出来以后 他就演绎出了这个中国的所有的哲学 中国的这个宇宙生成论 中国人的思维的 思维的基本方式 然后 他说的 李泽洪先生说的还有第二个东西 就是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书法 他说中国书法 他其实本质上 也就是和中国的这个周易思想是一致的 他也就是通过这么一线 这么一个演绎出来 但是李泽洪先生说 如果说周易 它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的话 那么 中国的书法 就是中国人的艺术精神 他以一种艺术精神里面 把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把它达到一种最高的理解 如果我们从这个上面去 理解这个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书法 他和中国哲学 中国文化 这个碗 一点都不能把它割裂开来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二整尊家 一个最重要的关系 他的思维的基本东西 它是一种相形的 这里面 又可以说到中国人的这个 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艺术思想里面 他有一个共同 哲学思想里面 他以这个周一的这个一发开这个天地 是吧 然后演绎出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六十四卦 然后演绎出很多很多的这种 随机生存的一种 并没有内在逻辑的 这么样一种这个推演的方式 是吧 这构成了中国人的这个一种 这两者 它其实是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中国书法 和中国文化的密切的关系 这个我们其实要了解 文化 其实文化背后最生存的东西 是它的哲学 中国人的这个哲学思想 中国人的这个艺术思想 就奠基于这么一个东西 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典型的特质 我刚才说了 我这次办了一个展览 我的展览呢 就 以这个鱼骨为图 提名 为什么 我提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把这个我的展览 这个东西 把它这几个字 把它展现出来 因为既然说了 中国书法 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 那么 我们玩书法 我才哪里玩 其实 你就得回到文化的根上去 因此呢 我就 把这次我的展览呢 搞得 命了这么一个名 这个名是专制所说的 不是我所说的 后来吴昌硕先生呢 也把它写了 送给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图书馆 他说了四个字 也就是 以骨为图 这个 也是 我们湖北 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叫夏朝先生 到我的工作室去看的时候 他就问我 你准备你的书法展 有个什么标题没有 他看到我的那个茶几桌上面 我就挂了四个字 以骨为图 我说我正在想 他说你就这几个字怎么样 我说可以啊 我就我真好想 所以他就给我提了 提了这么几个字 夏朝先生是中国文联的这个 党组成员书记去书记 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的会长 所以我这次呢 就以他呢 这个 做了我的 这个讲演的 我的展览的主题 这个主题 实际上 我就是贯成 我觉得中国书法 它与这个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就想通过这种 与骨为图的这么一种 我的感受 来表现我对中国书法的认识 因此来我 我 我顺道 稍微说一下 我的这个书法的一些 我刚才说了 其实我玩书法时间很短 就十几年 在退休之前才开始玩书法 但是这个中间呢 我曾经是在武汉大学 七八年考于武汉大学 参加了第一次书法展的时候 我也去飞了一下好 飞了一下好呢 居然还得过一顿奖 但是我后来呢 这个这个发现我字写不下去 那个一顿奖 觉得 就觉得是很冤枉给了我的 是吧 因此呢 他我写了好大一幅字 写了四五张宣纸 写了毛主席的一首诗 我清楚的记得写的 毛主席的那个小小环球 是吧 这个我一发 发了四张宣纸 然后 你得了一顿奖 要展示出来 要展示出来 要放到五大的那个厨全里面 厨全他说 你必须书小写 我拿了个笔 我书小怎么写 我写不下去 没有根付 没有基础 因此呢 我就存此就没有 再写个毛笔字 三十多年时间 没有玩过 然后呢 到了我快退休了 我说我曾经 还有一块爱好 你还得玩一下吧 然后呢 我就开始捡起来了 捡起来怎么玩 这就是我开始 认真思索这个话题了 是吧 现在思索完了结果 你看看这么多人 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是吧 给这么高的评价 这个评价里面 我自己现在看起来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 是吧 所以我就不说了 是吧 但是这个中间呢 我想有两个小故事 说一下 第一个故事呢 就是说 八十年代时候 我在上海去参加一个 重要的会议 会议里面有好几个书法大家 这个美学大家 然后写了 大家都写两个字 我也怕他怕他写了两个字 写了两个字的时候呢 中间有一个高尔泰先生 高美学的高尔泰先生 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小龙啊 你充满一股财气 我当时蛮高兴 就是说 他看到我的字 啪啦啪啦写起来 有财气 但是 我想他还有一句话没说 这个 没说这个话是到了 这个三十年以后 二三十年了 到了我开始玩书法了 2011年开始玩书法 完了半年多时间 我把我的东西一写 写出来 人家说你很有一点东西 很有财气啊 有人说 你这个字 别人二三十年找不到感觉 我也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我就去看了 残杀的一位 一位书法大师 那位书法大师叫李立 李立一看我的字 我说李老 我来请教你看看我的书法 怎么样 李老坐在上面 快九十岁了 我把字弹在地上 他看不看 看一眼 龙老师 你要我说中法 说假法 就这么一说 我说 当然来听中法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再也没请教他 功夫还不够啊 他拿着这个残杀枪 功夫还不够啊 龙老师 然后这个话一说完以后 我就收起来就走了 收起走了以后 然后每天就是 我刚才说了下功夫去了 怎么下功夫 我就觉得 不仅仅是下功夫的问题 我要好好的去理解 这个中国书法 他应该怎样去理解它 从哪里下功夫 我半年我玩书法 半年人家说我 别人玩二三十年 找不到这个感觉 那么说 这里就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可能有很多人 玩了一辈子书法 没感觉 他就玩不上去 为什么 想来想去 我就思索着这么多人玩 为什么玩不下去 原因在哪里 我就思索着这个问题 我说我绝不能走他们的脑路 我们一定要对中国书法 做一个认真的 做一番反思 而我是学哲学的 武汉大学七八级哲学系的 后来又在武汉大学 读了哲学研究生 哲学研究生 我读的是西方哲学史 我就很想 说我们一定 我们这些人 玩书法玩什么东西 我不能随便玩 我不能跟着人家的路子 后面爬 我要好好地理解一下 书法背后的东西 它是什么 因此呢 我就有很多思索 思索里面 我思索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话题 就是我准备今天 重点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要为我们的书法学习 找到一个逻辑的路径 这个路径很有意思啊 我要找逻辑的路径 我不是给你们找一般的路径 一般人的路径直播 我们都是人云云 老师告诉你 那从唐凯玩起 从什么什么玩起 你就这么玩下去 我说不行 我必须好好地 思索一下 清理一下 中国书法学习 中国书法学习史上面 这一般的人的学习的路径 它对 还是不对 而且我相信什么 迪卡尔 我研究生的论文写的是迪卡尔 迪卡尔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什么思想 就是说人生一辈子要干一个事的时候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要把我过去走过的这一段的经历 这一段的历史 把它格式化一下 要把它彻底割掉 迪卡尔的格式化的方式 就是说他选择了一种反思 一种自我清理自我的 把它反应 因此马格式说迪卡尔他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就是反应一切 他开始准备建立他的知识大厦的时候 他说我必须把我们 现在所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知识体系 彻底的反应一致 我不被他们 不把它反应一下 我就远远就会被 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的这些观念 拖着你走 因此你怎么学习 你怎么搞 你不过就是走了前人走过的路 而你不知道他之所以走 迪卡尔的反应哲学 最后他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观念 他就说 我必须把我们人生所学的所有的东西都反应一下 哪怕是上帝的存在 我也要反应他的存在的真实性 但是他说我这个反应不是彻底的反应 不是那种那种反应主义的反应 而是要在这个反应的基础上面 给他找到一个不可反应的点 建立起我的知识大厦 他甚至说 如果我能够找到这么一个点 在我的宇宙中间 在这个星空中间 能够找到这么一个点 我可以把地球敲动 因此 他实际上在这里就告诉你 你找到这个点 你是可以实行革命的变革的 因此呢 我就在认真的思索 我们这个书法学习的逻辑路径 要从哪里走起 这个走的起点上面 就类似于笛卡尔所说的 这么一个指点 这个指点 这个点 它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说它是用两个起点 中国文化 这个学习的这个起点 书法学习的 我说它涉及到 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 这个起点 它找到 它应该是历史的和逻辑 相一致的这么一个东西 因此历史的观点来看 它应该是中国文化的起点 文字本身 是分别于文明与野蛮的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语言的产生 就分别了 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 文明和野蛮的分野 而文字 它的出现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历史上 世界各国的文字 最开始 它都是一种七型文字 你看我们现在 找到这个古埃及的文字 找到 甚至找到西班牙 山顿里面 那些科的东西 是吧 它都与这个 好像都有一种 像型的 把它发分出来 但是 最后它把它分野出来以后 只有唯一的 就留下了 这个中国文化 它用一种 像型文字 作为一种 独特的书写方式 这就形成了 中国文化 一个与其他文化的 一种不同的东西 因此你要找到 中国文化的特点 特质 你就必须去研究 中国的文字 是吧 这个起点 我必须找到它 是吧 这就是说 由此而演绎出的书法 是吧 这就是奠定了 我们中法文化的 一个起点 这个 也就是这个那些 下面呢 我就想说到这个 书法学习的起点 我对于书法学习的起点呢 我有很多诗所 你看这个上面 我写的是 为什么是历书 这个当时呢 我这是进行一番批判的诗所 来提出了 我的书法学习的观念 其实 我刚才说到 找到文化的起点 也就是要找到历史的起点 到时候呢 我们现在又看到 书法的学习的起点 我说 是历书 这时候好像与这个历史上 中国文字的发展 它不一致 中国文字最早出来 它是甲骨文 它是经文 大传到小传 是吧 它是演绎了这么一条路径 是吧 而且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 历书呢 那当然我们可以 这么发分一个东西 刚才我说的甲骨文 经文 到大传 小传 是吧 这里面呢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字 文字学上的不同 它是属于古文字 古文字 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要 所讲的我们所谓经文 今天的文字 因此呢 我这里呢 我以主要的 以书法的学习的讲 我是主要是以经文为特点 因此我把它的起点呢 往后推了 推到经文字学习的 这么一整起点上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问题 就是说 这个 我刚才应该是说是凯书 但是我等一下我在说历书 现在我还是 把我这个观点结下来 接下来呢 但是我们说 说到后来呢 这个我们的学习 我说是从历书开始 这个 它还是有另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历史上面呢 它又还不是从它开始 历书的前面 是那个 简读啊 那些什么东西 它从这个经文 解体以后的 直接的书写 就形成它这里 形成这么一个特点 是吧 所以我是说呢 我是说到要在 早起点的时候 我是找到它 但是我刚才说 我现在回头一看 我是写的是凯书 我现在跟你说 为什么不是凯书 我在说 为什么不是凯书 为什么这个观念 太深了 就好像迪卡尔 他要证明 他的这个起点存在的时候 他要把很多很多 世俗的观念 都把它批译到 批译到以后 他再确定 不能那样 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不能这样 是吧 然后确定他 所以我想呢 关于起点学习的时候 我想讲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说 为什么不是凯书 前不久呢 我为了我的展览 写了一幅字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写的凯书 这是我写的凯书 楚河乃清 这个很大 大概是一张 四次对开的 我写四个字 写了这几个字以后呢 我把它发了一个朋友圈 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就想到这个 又想到我自己 前不久 谈到人家的凯书的时候 我有一段文字 我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这段文字是什么写的 我把它念一下 大家知道了 这个 我写的这个文字 我写的是 左凯莫发坦 是吧 莫发坦 我说坦凯已死 死于俗 死于阴俗 俗 两个俗 后面那个是个 腾手的俗 那个前面是腾手的俗 故曰 作凯莫发坦 或许 楼根可发否 打悦 楼根疲乏 当于楼根疏外求之 好 以此看法 我极少习唐凯 你看我刚才写的那么几个字 你看我这么写的几个字 他没有唐凯的味道 是吧 他没有唐凯的味道 而且他们人家说我这几个字好有严重轻的味道 是吧 有颜体味道 因此 因这个话题引起这个东西 是吧 所以呢 我说 我极少习唐凯 但是哪怕 我说我喜欢的唐凯 我也没认真学习过 是吧 原因是 与我一直主藏中血脉上书法有关系 我说楼根书法 当于楼根书外求之的理由 也源于此 楼根书 必有它的由来 因此呢 学楼根就要成它的由来开始 学楼根而不知其志 楼根而已 知其志 而谁知 亦或是楼根而非楼根者乎 非者不熟 不熟者不熟 不熟者真知楼根者也 这是我写的这样的文字 因此我写这段文字的道理很简单 说的好像是一个 学书法的一个起点的问题 是吧 但是 我就觉得 这个里面啊 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书法学习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也是涉及到书法学习之逻辑 需学逻辑的关系问题 因此呢 我是由我这个谈这个 唐凯这么几句话 引起我对于唐凯的一种反感 批判性的这个谈的感受 很多年前呢 我曾经写了一段文字 因为武汉大学有一个书法艺术群 他要对我做一个专题介绍 作为一个专题介绍的时候呢 我就想把我的 学习 关于书法学习的一种理念 把它展现一下 因此我就说了这么一段文字 这么一段文字说呢 我说 巡品名说 中国书道的源头 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按他的意思 我理解 学习书法也就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 陆九渊说 读书要在血脉上下功夫 引申到书法学习 却以为这血脉 其一 但是中国书法的源头 其二 这是书法人的心性血脉 赫格尔主张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据此可以恰当地认为 学书之逻辑 但遵守书学之逻辑 你们看看这个话 这个话可能有点难 有点要理解一下 书学之逻辑 必惦记于书法史真 因此学书之逻辑 已必寻书法史之演绎而演绎 历史无情迹 书头已未有情迹 好 我落九点落在这里 走完稀之的路 也许更要走完稀之 走过的路 这里面 我就想 把这个 我这个观点 稍微阐释一下 不能称唐凯学起 这里我对丹静书堂 也有很多看法 我认为唐朝以后 中国书法 他走了一条下坡路 而这个下坡路 走的历史很长 一千多年 他一直把中国书法 沿着这条路 走到了现在 大家经常所探的 金不如锡 金不如锡 他原因在哪里 我就老在思索了一下问题 我就想 他一个是中国书法 发展的一个北岸 二一个是后来人 学书法的一个北岸 后来人学书法 都沿着前人所说的 称凯书学起 而我们所谓 称凯书学起 他可以讲很多道理 告诉你 你不这样学 你不这样玩 你师父就没有一条正路 你就会违背了 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想呢 我想为什么我这么多人 古人也不比 现在人的愚蠢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人的智商 未必超过古人啊 到时候都这么走下来以后 为什么书法 我们说 发展到唐代 达到一个高分 唐代以后 为什么这些人 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呢 为什么后来人就擦了吗 前面把法则 蓄理起来了 后面还会擦吗 我就说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他把园丢了 唐代 他达到一个高分的时候 把中国书法 发成一个高分的时候 我又有一个理论 任何一个东西 当他成熟了以后 我就告诉你 我不是前面说了 他熟了 他就变得流熟了 他一旦成熟了 一整艺术 一旦成熟了 实际上 他就死了 所以我说 唐代死了 那么 我怎样 沿着这个 中国书法的路子 要走下去呢 我怎么走 我还得走啊 这个前面的好的东西 都留下来了 但是我怎么玩 我怎么 能不能把它 我走出一条新路 我就不那么再 留熟到那个里面去 我能不能做到 我就 我就始终 就觉得 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 这就是我们学习 书法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呢 我的反思 唐凯不能学 他太规矩了 他写得太好了 他规矩太生年了 因此 这种生年下面 把你的所有的 篡草性 把你的所有的 行性 邪脉 都把它锁住了 而我们一开始 学书法 就成这样玩的时候 你就把你自己 所有的内心的一种 激情 都没了 所有的东西 我说它成熟了 我们现在可以举几个例子 例如说 转书 转书发展了小转 小转一种精致了 转书死了 是吧 历书 历书发展到这个 东汉时期 那么一种精美的历书的时候 历书死了 是吧 后来到 到魏军 魏军把那个书 凯书写了 写了 写了 唐凯 凯书死了 无一例外 但是 书法 它是活的 我们应该怎样来玩 我就觉得 我们一定要走 要思索一下 唐凯之所以走到 常凯那条路径 它怎样走来的 我们说 王熙之 王熙之 我们后来到 王熙之的书法 达到一个高分 达到殊胜的顶分的时候 这是我们沿着 王熙之的路走 你现在看看 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 行书展览 轻易舍就一个 王熙之体 二王体 学下来的时候 最多了不得 就是说 比谁学得像 比学灵得好 灵得更熟 但是 你一看我 现在我看了这东西 我一看我就不看完 别山欲人 我说 是的 没自己的东西 那么 我们该怎么走 我就觉得 就是我们必须 思索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看来好像就是 一种书法学习的 方法的问题 其实不是 其实也就是对我们 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的问题 说说历史 所以我刚才前面 已经在前面 查进来讲了 我看 眼睛发了 把那个凯字 看着立字 这个 今天我歧视了 这个 退休之前 玩书法 也就是说 到这个时候 有点脑眼风发 好 我刚才说了 这个前面几句话 都说了 大家都已经说了 我说 我在这里 想说什么问题呢 我想 为什么是历数 几点问题 我就不谈了 我说有几个 很重要的话题 很重要的问题 在历数里面 刚才我也说了 历数 他也死了 他是 太精致了 后来的 到东汉时期 那些历数 你们去看看 那些 朝前碑 张前碑 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有很大的 到东汉时期 已经把历数 形成了一个 非常标准的历数了 以后 我们发现历数死了 到唐代 你看基本上 没多少人写历数了 到明代 写历数的也很少 到清代才开始 我们又恢复完历数 是吧 这个他也死过 他也死过 但是呢 我现在说 我还要把它 作为一个起点 深远说 从历数发展的角度上来说 它不是起点 历数他本身 他应该是 那个剪毒啊 那些章草啊 那些东西 慢慢地演绎出来 而形成一种 规范化的字体 我在这里 但是我在这里 又要说 陈历数开始玩起的 原因很简单 我想 在一种 比较规矩的书体里面 寻找 它之所以成为 这种规矩的字体里面的密码 这个密码 我找到了 我觉得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什么呢 在里面的一种 用笔的方法 我如果说 我们一开始 就去学历数生成的 那个过程的 那么一种字体 那么一些 我大概可以说 很难看到 一种比较完整的标本 但是 我成这个完成说的里面 我可以回说到 他以前人们形成 他的过程中间 所演绎出来的 那么一些东西 我想找到他 找到他了 我就发现 他有一种 非常重要的笔法 这个最近搞了一个 中国书法大会的 那个什么 求证中将说 他谈到中国书法的笔法 笔法 他说有三种笔法 到第三种笔法 笔法就完了 第一种笔法 是在传书里面出现的 所谓屏洞 第二种笔法 就是在历书里面 出现的脚转 第三种笔法 就是在凯书里面 出现的 所谓的提案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现在回头一看 这个里面啊 一个我们只是 单独把它分开去看的时候啊 所以我们其实呢 没有理解到 中国用笔的特点 这是我的笔法上面 我特别看重的 就是在历书中间的 一种笔法 而这种笔法 我觉得是应该 贯全到传书 也要下传到 凯书里面的 一种很重要的东西 脚转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我强调 这个脚转 这里面就涉及到 一种中国人的 哲学精神 大家都知道老子 也都知道专子 老子知道 老专知道 他们都特别强调 一个什么观念呢 以天下之自柔 跟天下之自强 中国书法的一个矛盾 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我就思索这个问题 这个最大的矛盾 其实就是 当你拉起毛笔的时候 你就感受到了的 那只毛笔 它的豪瀚 那个羊毛也罢 兔豪也罢 最大的特点 就是软 非常非常的软 非常非常的柔 所以蔡云说 围起软 这奇怪声音 他是把这个毛笔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软 软了腰会生很多奇怪 这是一种现象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除在这个软 他软和的钢墙里面 他是一个矛盾 而中国人所说的 要以天下之自柔 而跟天下之自强 那也就是说 要把你这个非常非常柔软的笔 写出一种非常强劲的力量 然后你在这个强劲的力量里面 你看到这个软的这么一种力量 所以中国人特别强调 以阴可阳 以柔可干 他强调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 这样一只软软的笔 你怎样写出来 强劲的力量 而我认为这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展现的这么一种东西 我以为 唐凯的征虚 他强调起笔和他提案的转 但是他的行笔过程中 你们无一例外的去看他的字 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些字的 你无一例外的看到他中间是虚的 他那个线条走过去就是平平的 因此他在这里面 他没有理解 我们学唐凯的 他没有理解背后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是干什么 我要以 以水性之柔 而更坚强 我要以 把这个千金之力 要化为饶子之柔 饶子之柔 要具千金之力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柔软的毛病 我要把我的千金的力量 具到这个上面去 要这个 具了天金力量的东西 我又还要体现 另一种和重要的中法文化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说 他自干 而且他以一种 自柔的方式来表现 他不非以一种外在的夸张 不非以一种外在的张牙舞爪来表现 他还是最后 他以一种很柔的方式 给你展现出他内在的力量 那么多些 这种力量怎么用 我理解 我研究那么久 搞了以后 我认为 就只有好好地去掌握这个脚转的功夫 脚转顺利是什么功夫啊 我们可以看看 我的这个 下面 下面举的几个例 是吧 这是我写的一幅字 这幅字呢 被别人收了 但是我说 我这里面写错了一个字 你看千里莫远萍 那个莫字 我写的莫不得莫了 是吧 这个莫不得莫了 我说 他说他也收 他也收 他喜欢这个东西 你看看这个字 我们就看他 我看一个字 你看看 我这个字写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个字好像就是 在岩石上着下 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再看几个字 是吧 他就是一种 这样的岩石上面 着下来的感觉 你看这种字 是吧 好 你看 你看这几个字 这个字 我同样就是 一直很遥远的毛笔写的 这是我为什么 可以写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这里面我就说 我在脚转上做了 为什么是脚转 为什么脚转 它可以产生这样的 脚转有一个重大特点 唐代的张芳过 说是果树 行逼中间是果树 果树是什么 把这个身体 把它裹起来 这个脚转 你说 它这个行逼中间 把这个中分 撤下去的时候 你就这么平脱过去 它就不是脚转 当你把它 在行走过程中间 带有一种 很强烈的脚 的这么一种 式的时候 它会形成什么呢 你那个边上的风 它会围着你 这个中分在转 当你行走 你这个冰 行走你中分在转的时候 你这个毛笔 使字立起来以后 它就具有了一种 非常强大的 磕石的力量 所以你看我这个字 有人说我这个字 不论是用入末三分 利透指辈来行 他说你这个是可以用 入食三分 利透眼笔来说 就好像你在用一只 软软的笔 以刀做的力量 把它做出来 让它把它产生 奔口 你这个我这个写证件 我书写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脚转 你看 你想一想 这个皮分垂直 边上的那些风影 它围着中分在转 它会出现 惨短不平的变化吧 它自然就形成封口 奔口 因此呢 好像这个力量出来以后 它就展现出了一种 很有历史 这个 这个可食的那么一种感受 所以 我说在历史的学习里面 我们找到这么一个东西来 我这是说了半天 我这是说的第一个话题 是说用笔方面 肯定历史 现在远远还不够 其实 我更想谈的是什么 历史里面所含的 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 最重要的审美军事 这个 中国文化的审美军事 其实 它的奠定时期 我以为 在汉代 在先前 汉代这么几百年中间 这一段时间 它把中国人的 审美的基本观念 奠定下来了 这个东西 我们要怎么说 我如果这么说 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我做一个中西的一个比较 你就可能理解了 这个 中国的历书 这典型呢 表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哲学精神 天人合一的一种哲学精神 而 这种哲学精神里面呢 它还表现出来是中国人的 也就是一种美学的一种取向 美学的一种基本精神 而这种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 它和西方的美学取向 美学精神 它是不同的 我们看看 这个 历书的特征 我说 它有几个 这样的几个特征 这个第一 它是横向取士 是吧 这个横向取士啊 它就显得很霸气 但是也很清和 这里举个例子 你看中国人的这个建筑 中国人的庙堂建筑 庙宇建筑 它都不高 它都是横向取士 你看下去 好像呢 它好像这个建筑 它压得很低很低 而且还一个很大的顶压着它 但是 你之后发现 这个顶压着它 它好像它也不把你压死 它为什么 它一种历书的一种基本解释 它两头又微微地敲击了 又就有亭亦软 是吧 它毅然的时候呢 它一翘起来 那个压着力很重的东西以后啊 很霸气的东西 但是它最后又有一种 这个翘起来的那个角度 行 横向着展开它 展开它一种这个 很符合我们人眼的 视觉感受的那种表现 你看我们人眼是 两个眼睛是平坐的 你看东西基本上就是 就什么横坐这么一扫 是吧 它很亲和你 是你第一眼 你不会感觉到 我高不可怕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一下 西方的庙宇建筑 不一样了 它是往山走的 往山走的 你进到这个 西方的教堂里面去 你进到这个 欧洲什么东西 这古老的教堂里面去 你感觉到是两个东西 你走到中国人的 庙宇里面进去 你是感觉到很亲和 我的祖先的牌位 就记在这里 我在这里面 我可以和他交谈 我可以和他游走 我可以和他 群受 因为感觉到 祖先和我在一起 感觉到 这个世界和我在一起 但是 你走到西方的教堂里面去 尤其是后来建筑的 那个哥特树的那些教堂 那个顶一进去以后 哇 你马上感觉到了 我自己的渺小 就好像这个世界 和我是两个世界了 这里面就产生两个东西 别看了一个空间的东西 它瞬间的转化为了时间 走到中国式的建筑里面去 中国式的这个 历数式的建筑里面去 你感觉到时间在流动 但是 当你走到这个西方的教堂里面去 你立马感到了自己的描写 你立马也感到到了时间的凌固 然后 你在下面就抬起头 你就去看着天上去了 那里还有一个世界啊 那是天人两分的世界啊 这是我们走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建筑里面去 我是看到 哇 这就是为我而生成的嘛 所谓天人合一的这么一种美学精神 它在历数里面深刻的体现了出来了 而且这个背后 它就是一种哲学 哲学的背后 给你看着它支撑了我们整个中法民族的文化基本精神 所以我们说 书法与文化有什么关系 关系深作了 它是它的核心尊敬的核心 我这么一说你就可以理解 它真是核心尊敬的核心 而不是我随便跟你说的 你别以为我是这么说 伦老师没事干的嘛 这就想象出来一些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真不是想象的 你去比较一下中西文化里面 珍惜建筑 珍惜审美里面 我给你的就是这么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而这种观看世界的方式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 这是中法民族的文化 中法民族的审美 它不究竟是个审美问题 它还是个哲学问题 它把这个哲学人家讲清楚 就是文化现象 所以它是文化中间的核心的核心的问题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它 是吧 八七核 清核的结合 是吧 另外一个 我说历树的线条 历树的线条 它是很灵动的 我们不像楷树 你看那个楷树的线条 平就是平 树就是树 让你写得那么矮 尤其现在有好几个在国内影响很大的写楷树的 是吧 那个什么 两兄弟 我们不说谁了 反正都知道 写出了楷树 我看他们写楷树一个最大的东西 他好像就是在描在座 是吧 这里面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人 中国人通过往历树可以理解到 魏夫人所说的什么千里正远的万事哭的那高山罪事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的描摹 他在历树的这个线条里面 都把它很好的表现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我写的字的一些东西给大家看 还我可以让大家看看这个历史上这些历树的 其实也可以不看 大家都都是爱说法的都读了很多 我提醒一下你就可以想象到它 还有一个 拙扑 中国历树 汉代那些历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拙扑啊 非常拙扑的一种学相 就是它不假修士 它好像有点小孩子一样的 它自自然然的写将出来 不假修士 看起来好像有时候觉得它好像还不稳 但是这一种里面 它包含着中国古代哲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大巧若拙吧 是吧 大巧若拙的东西 它以着拙扑的方式 不假修士的这么一种方式 把你一种内心的这个情感书写出来 而且它深深的打动着你 这个精神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精神里面 讲究了最多的 利于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 是吧 专子所说的既雕既拙 福归于庶朴 是吧 这么一种东西 在历树里面这种精神基本上都表现出来了 而这种精神直接的 在汉代的绘画艺术里面 在汉代的雕塑艺术里面 都表现了出来 汉代历树 这个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个所属有 是吧 那个所属有一个 我以为我不带出头片收集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可以找到 所属有那个腿弹起来 那个笑的是那个神态 那个拙扑的样子 简直把所有的神都给你全片了 你在看他那个说的时候 哎呀 你就感觉到 这种为什么可以这么美 这种利书就把这种拙扑精神把它表现出来了 这里又可以说个小故事 我有个朋友在 在残杀同关窑 在做 做一个 陶影 他那个陶影他就是足 把那个脚吐起出来 他发给我看 我说做得很好 很精致 但是我后面说了一句 我说你看过汉代的那个 说书影的那个 那个 那个陶影 看了过没有 我说你去想一想他那种东西 那种不精致 那种没有什么雕塑 但是我看你的时候你太精致 就是没有那一种拙扑的感受 我为什么看后来说 我跟他说我现在写到唐凯 写到 写到 顺便我说一下 我是很不喜欢蓝天旭的啊 我说我是为什么不喜欢蓝天旭 我说我写得太精美了 是吧 太精美了以后啊 他丢掉了很多东西 是吧 他丢掉了很多东西 他没有那一种人性的这个 自然的生发时候的不加修饰的 那样一种情感的直觉表露 我喜欢记者文稿 那多好 我喜欢他的严真剑的 尊座位贴这些东西 我也喜欢修饰的韩式贴 这些 我也觉得那里面没有修饰 没有那些什么东西 没有那些精致 但是他把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 他把握住了 不修饰的 情感的 自然的流动 所以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拙扑 它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 地书里面 越感 越感呢 我其实刚才呢 也基本上也说了一下了 你看 他那个线条的起伏性 他不是那么平的 他是一波而三折的 是吧 他就是无凭不批的 他所有的平台都是有这个起伏的 聚在在里面 而且他这种起伏里面 他把一个本来是一个凝固的东西 他给予富裕了音乐感受 也就是说 他把时间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 时间的东西 以一种凝固的方式 把它展现出来 把一种固定的东西 以一种时间性的东西 把它展现出来 其实时间 发外时间性的东西 就是发外的时间的艺术 时间的艺术是什么 就是音乐 它就形成了一种音乐感 它的这个字的横向的铺转 横向的流动 展现出来 它因此 它充满了一种左感 一种乐感 而这个乐感里面 他就是说 充分的也把这个中国古人 所强调的一种审美 达到一个高度 孔夫子说 是心于是利于你 而成于乐 要成为音乐 才是最高的审美 而音乐里面 最讲究的是什么呢 是运 要有一种运 所以呢 到魏晋时期啊 人们说 魏晋善运 那么 运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运 是一个银字盘 一个均匀的云字 但是这个运呢 它最开始 它是土字盘 叫军 这个 他们谈到中国古代的音乐的时候 有一个词叫做成军 调军 也就是调军 调成军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乐队 把它统一起来 声音起来 把它分好 但是我们想一想 这个中国文字很有意思 由土字盘 要卷到银字盘的时候 其实我 我自己做一个想想 我感觉这里面呢 它又把中国历史又演绎了一遍 它把历史又演绎了一遍 演绎的时候呢 比如说 它是成军 把说是调乐队 就是你想到那个时候 它成军 它肯定是与土地相关联的 是吧 因此呢 使你大家都感到很和谐 每个人都有 极谋土地平均的分配给你 那一支理想社会里面 它就是一种和谐的 就是一种和韵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调军的过程 就是成军的过程 是吧 后来我们到魏晋的时候 把它这个军 土字盘演绎成为了 银字盘 也就是说 把声音来把它分 分割好 按照长短分割好 它同样的在背后 可以看到 在背后还是有一种 这个历史在里面 是吧 有土地的分割 大家共享和平 共享一种这个 商务之殿 这数字以上啊 有一个什么什么 孟子所说的 这么一种理想社会 它都给了你 给了你以后 人就可以守之武之 足之道之 是吧 它就音乐了 它就成于乐了 是吧 它就隔离了这么一种东西 所以呢 我就觉得啊 这个 在历史里面 它展现出了这么一些精神 这个 这么精神 展现了以后啊 这个 我想呢 把这个 基本的东西呢 也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了 因此呢 我下面呢 就想给大家说一说 我在玩历书的这个过程中间 我是怎样走过的一条路 是吧 前面刚才说 我们要找到一个书法学习的起点 这个起点 我排除了很多 我把凯书给排除了 我把这个斩草啊什么东西 我也排除了 是吧 其实呢 这种排除是暂时的把它隔在一边 不意味着我不再玩它 但是 我是说 我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让你站在这个起点上以后 你能够很好地往下面走下去 这是我要做的工作 在这里 而不是排除掉那些东西 我也说了 那些东西 你是不能排除的 你的学习过程中间 你必须把它下大功夫去玩它的 其实我告诉你 我在历书上下的功夫 远不离我在斩草啊 在行书啊 在这些上面下的功夫 但是 我这个历书的这个功夫下定以后 我发现那些东西啊 真好玩 真好写 好 我想把 把我 玩历书的一些体会 我怎么走过的这一个路径 给大家讲一下 我主张 我现在带我的学生啊 我学生不多 我只带了几个 我带他们玩的时候 我毫无例外 都要他们 我说 你跟我学 我们批判一下 批判完毕 就是我刚才已经批判完了东西啊 批判完毕以后 我们建立一个起点 起点呢 回到历书上面 我说来这么一个起点 先玩张庆辈 你看我这里说了 从张庆辈入手 得起拓扑厚重 刚才我说了拓扑 拓了厚重 他的重要性 是吧 他就是奠定了中国人的审美的 基本的观念 是吧 在拓扑中间 找到中国人的自我 其实 书法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种中国人的自我确证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确证 你是中国人 还是不是中国人 是吧 你受这种那些影响 好 然后你这里面 要找到中国人的审美观念的一个确证 那就是说 要在里面找到他一个审美的一个共同的追求 上面一个东西 我以为 拓扑厚重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种审美观念 第二呢 我也要他们玩玩朝全北 朝全北的很俊秀 是吧 那很俊秀 在一种拓扑厚重中间 我觉得你太拓了 太厚了 你可能就是也会绑起来 我希望有一种灵动 有一种军秀 因此呢 我总是想在 两极中间找平和 老子所说的 相反相成 是吧 凡者 道之动 我都是想 我要在里面 找到他一种相反 福吉兰 高下相群 英生相赫 前后相神 他都说的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这么一种东西 所以呢 我就要玩玩朝全北的俊秀 朝全北我其实不喜欢 我真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太秀了 是吧 但是很多人喜欢他 是吧 但是我 我就觉得 没关系 是吧 我在这里面综合他一下 然后 我要特别看重石门顺 石门顺 你看前面两个是碑 石门顺是什么呢 石门顺 他是 一个磨牙时刻 是吧 那个 行人也和 军衣 飘逸 潇洒 那一种精神 在石门顺政间表现得非常突出 这里面我等一下还是可以说 这么线条的特质的 到时候 石门顺那种线条 那一种 这么几种精神表现出来 完全不一样 例如说 这里面我随便说一下他的线条 朝全北 你一个说一字笔 它是三分下笔下去 朝全北基本上是三分下笔下去了 当你玩到这个 石门顺 这个张全北是三分下笔 当你玩到这个朝全北的时候 你大概是两分用笔了 还没有那么 不需要 这个好 如果有这么长 通常我们说 把三分写下去 就是十分用笔了 它就会 从三分用笔 到两分用笔 当你再玩到石门顺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一分用笔了 就是从用笔上面来说 然后 我们又说 我要举张大家来玩玩 串宝之碑 你刚才看到我写的那个 那个东西 就是充满着一种 串宝之碑的味道 串宝之碑得到什么 朴后古帽 旗之白出 是吧 等一下我可以看看图片的 好 然后呢 我又 主张呢 成这个什么 好大王胚 得其 势力势凯 求古 求古 朴帽 这么的东西 还有一个 最后我要玩 玩就是玩得成 金丝玉金干经里面 要去得及宽博 所以你刚才看我写的那个楷书里面 看我写的严真轻的那种东西里面 其实你可能在里面 有些人可能会看到我的 金丝玉金干经的味道 可以看出他那种感受出来 因此我的这种玩法 就是说 在隶书上面这些玩法 我其实走过的就是说呢 我给自己规定了几个东西 一个就是从背板到摩亚斯科 而一个从规整 解体规整 到一种解体的神异性 再还有一个呢 运笔 从运笔的三分两分到一分 把所有的这些运笔的规则 把这些方式 当你通过这种方式玩完以后 你基本上就可以说 你把书法的精神找到了 然后我说 这种逻辑路径 我说的还只是我谈历书 然后其实我下了更多的功夫 我是在斩草上面 所以有人说我斩草写得最好 有人说后来我把斩草完好以后 我其实有把行书啊 这些什么的 把楷书啊 哪怕是唐楷 我都非常认真的玩过了 等一下你们就看一下我的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我沿着这条路 我把我的思想观念 惯需给我的学生们 是吧 这个刚才我这看的这些杯啊 这几个东西呢 就是为了我们做这个 做几个 证据的说 你说张前辈写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一种波 扑扑实实的样子 方方扑扑 是吧 然后呢 你看他这个字的这个解体 那种拨 那种拙的感受 你看上面写那么大 下面这么留一点点小 是吧 这个东西给你一种非常 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好像一个好大的担子 但是一个小孩子下面 在下面扛着 那你感觉到这个时候 一种拙扑的感受 那你就觉得趣味也是 也是非常黯然 给你感受 它就完全不一样 是吧 你看 也是张前辈里面的新字 我帮这个 长沙滕棺窑那边写了 写了一个 复兴窑几个字 我就 以这种逼出 以这种解体 写了 这个有类似的字 但是那个老板呢 也蛮好玩 他在他的门口 用陶瓷把我的几个字 烧出来的时候 然后 他在那个新字啊 他烧的时候呢 他就把那个什么呢 两个点 一边移到靠左边 一边移到靠右边 我一走过去一看 我说你把这个两个点移开 干什么 我说你这一移开 看似好像很稳定啊 但是我说没有去了 那老板不好意思 他还是学艺术的 是吧 学陶瓷艺术的 他说 是我的工人这么专的 我儿子好笑 工人把你这么专 工人敢这么专吧 你老板不说 他敢这么搞吧 所以在这里说的 我们一直审美的感受问题了 你的审美有没有 有没有骨味 你得不得到 中国审美精神 你得不得到精税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 所以呢 我就不想不说他了 我就是打个哈哈 是吧 过了 就过了 你看 这就是 朝全辈 你看这个朝全辈和张全辈 一比较起来的时候 你们就发现了 一整完全的不同 是吧 这个很俊秀 女孩子喜欢写 女人喜欢写 但是我觉得 你一整整的东西 写出来 这也是一直美了 是吧 我也喜欢 但是 我最后我不写它 我觉得 好像这个古典精神 没有张全辈 那样一类型的东西 表现的那么一样的 对中国文化精神的 理解的深度上面 我这么看它 好 我刚才说到师妹说 你看刚才三整的东西 朝张全辈 那么厚 朝全辈 那么俊秀 你看现在 再看看石门 他给你的是什么 他就是一根筋 所以我说 你到这个完整间 你就可以看到 三种不同的风格 三种不同的线条 都展现出来了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最爱 我多次给别人 谈书法 谈草书 我等一下后面 有我的草书展示 我说老炮就是 梅书他们这些草书 我说他一定都受过 石门书的影响 我们过去说是 转周精神 草书里面 转周用笔 转书的那种用笔 其实这点心的表现 我觉得在石门书上面 你们看这么一个小线条 就那么一根筋 当时这根筋 你会看到以后 它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在里面 他就是 他就是 扰子之 扰儿 千军之力 你们去写 我跟你说 基本上写不出来 当时跟我学 很快就可以写出来 为什么 我刚才给你们说了 透了一个秘密 我们矫转用笔 当你矫转用笔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轻敏地 写出这种风格的字来 这种字的东西它很重要 这点心地表现了 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审美观念 以天下之自柔 为更天下之自强 以自由之豪瀚 俱饶 这个千军之力 饶行其劫 又意思 咸云也祸 所以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很少有人敢玩它 但是说法界现在都在玩它 因为清代有一个 叫张走义的 他说过 近三百年来 没有人敢玩石门圣的 为什么 石门圣那种刑期好慢 胆小者不敢玩 逆弱者玩不了 你逆弱 你就只能一根线条写下去 但是你写不出这种神气来 写不出这种味道来 所以 这个是 如果你们要玩历数 我都觉得 你把前面两个玩过以后 在这上面一定要下功夫 把那种厚重的东西 他一种很轻柔的线条写出来 咸云也祸 什么叫咸云也祸 那种飘逸精神 这就是那个 一直是中国世代夫的一些很大的精神 他又把它整形出来 你看看 他的神性 他写了一个命字 啪 不受理的拘束 一下站了三个格子 三寒 三个字那么高 他又可以随便 所以有人说 他是隶书中间的草吏 这就是一种书写精神 好 这就是我后来说的川宝之碑 你们看川宝之碑 他有朝前碑的 张前碑的那么一种味道 但是他的解体的随意性 你看看 他这个解体不那么方便了 不那么平正了 他很随意 展现出一种造型上的一种自由精神 而自由精神 恰好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 他是写新的 我等一下再说这个背后的话 这就是好大碑碑 你看 他要翻翻准准 线条也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他还是也可以看出 没有什么变化的线条里面 他还是凝聚了很强大的一种结构 一种力量 好 这个 刚才这里 我们就已经实际上就把这个话已经说完了 下面我想给大家看看我这条路 我怎样带学生举一些小例 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我再说一下后面的话题 这个我带的这些学生都是五十多岁 跟我开始学书法的年龄大致相当 我今天其实了 这个玩了十几年 这个和我大致相当 而且都还有一个特点 零基础 真是零基础 这都是跟我玩的不长时间 这个大概这里你看 我这边前面还有一个说法 前面有一个说法 这是这个 五十多岁零基础 玩出来的 这个是富兰省建航 他们搞了一个说法叫协费 请我去给他们当老师 都是一些五十多岁的 而且女性为多 我现在发现这个 那个女孩子好学 比男的这个这个 他敢求是吧 他们去玩的时候 零基础 零基础说你跟我这么玩 玩了按照我这个笔组 让他们去叫 他们居然就是 这是三个月 玩了三个月的时候 玩了三个月的时候 写出来的字 我说你们写 到现在九个月了 我要他们下个月 办一个他们的书法展览 他们现在正在办他们的展览 正在写 写的东西 如果有 到时候有信 我到时候把 发在网上给你们 看看他们的字 是吧 这三个月写出来的东西 就是按照我所 讲的笔组 你看他们的笔组 写出来 都是一种矫转 你看到你就可以看见 它的横不是平的 都很类似于 我写那个字的时候 这么搅拂 你们平时都会这么走过去 我不是 我说笔你要这么给我走 你看大背带灯小臂 这么一个脚的 这么一个转灯过程 带起来 而且这个大背带灯小臂的时候 还有一条 我还经常说 你可能看到 其实我们玩书法 很类似于 打太极拳 全部让着你 驯着这个 伏在走 所以呢 就像一个太极拳 因此书法的精神 和中国的太极精神 它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它在里面又体现了一种 最典型的书法文化 中国文化的一种追求 就是一个太极拳的过程之间 你必须的 顺着自然的方式来书写 这里把有一个话题 我现在顺道先说一下 说到这里 我也想说了 中国书法有一个特点 它是写的 我们叫写字 中国废话 也叫写 写是什么意思 你玩了这么久 书法 你如果不理解写这个字 其实你白完了 你对中国文化 你就没有一点点 基本的了解 字一定是写的 写是什么意思 其实可能很多人知道 但是可能很多人 没有认真思索过 写是什么意思 玩书法 你不能不等一些 基本的文字学上的 意义的东西 例如写这个字 它就是群统 例如说 我们现在喝酒 都会给个 砖上一小针给你 边上倒个小杯子 喝酒的时候 就是血 这个大杯子里面 倒到这个小杯子里面去 这就叫做血 血的意思 就这么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它是群统 它就知无 把一个东西 倒到另一个里面去 后来加上三点水 加上三点水 也就更形象地 告诉你 它就是水写下去 鸟写下去 这个字的意义 太重要了 同学们 真太重要了 它把一种 你的这个书法的 基本精神 告诉了你 你就是 不是在 描制 你不是在 磨制 你不是在 像写楷书那样 一笔一画的 去搞 所以 从那个角度上来说 你们一开始学书法 最开始去描写 去明摩 去搞那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 错也错在这上面去了 它是 心的 群统 情感的 群统 因此当你 每一笔 发下去的时候 你一定是 一种情感 你一定 不再是什么 我在 磨制 我在 写人家 所以好多时候 为什么都是 它是 一群而下 福音 结教 三两声 晚鼻 正分 千万字 它是这样来的 它是情感的表达 所以 你只要很好的 掌握好了 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玩下去 是吧 不一定的话 你真不等 什么叫中国书法 你还是那么 平平稳稳地去写 哪有像这种东西 三个月时间 你们想都不可以想到 是吧 三个月写这个样子 你看 这也是三个月的 你看 后来 它完了以后 我说 我们 还来点别的吧 我说 来点什么别的 把这个东西 完了以后 我说 你知道 历史从哪里来的吧 我说 它从沾草来 从 从草树来 你查历史 我们 现在可以看到 弗兰里 也出头了 秦代的简多 那种简多书是个什么样子 它实际上就是把那种 传书的解体 传书解体以后 就是神义的书写 是吧 慢慢地神义书写 它很 那个 带着很多传书的味道 圆的 慢慢地 慢慢地扁了下来了 慢慢地 慢慢地 把它规整下来了 然后在这 慢慢地 规整下来以后 它就有了我们后来的 这一种 所谓 规矩的历史 是吧 就好像我们现在 看到李师在太上科实 太上科实 为什么要科实 他就是秦始皇 统一天下以后 他想要统一文字 他只要统一了文字 他才可以 把他的正令权贵 道具通行 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当一种字体 写成规矩字体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种字体就只能公文了 公文字了 公文字了以后 它就一个模式 就好像我们现代的 这个公务员写东西 用一个模式给你搞 搞下来 它没有生命力了 它就是唯一的一个东西 就让你清清楚楚地 看清楚这个字 写得好 规规矩矩矩 看下来 因此它没有这种精神 所以我在这时候 完了这件事以后 我说 你们一定要往前面去搞 搞清楚我们这个字 是写的 写的它就要怎样的神意 因此呢 我就让他们去转过去 我说你们往 往那个 往什么 斩草 往斩草的时候 我又给他们说 我这个观念 很多时候也很有意思 我也不要讨成建都往起 我说你还是从规矩斩草往起 规矩斩草是什么呢 像汉代的时候 东汉的时机 就有一个 说乡泉树什么石油啊 什么什么 汉专地啊 什么时候就搞了一个急救斩 急救斩 这个东西刻出来以后 它很规矩的一种斩草 我说你又成规矩的斩草往起 那么这为什么成规矩斩草往起呢 我说你在这个里面去找到 这个斩草解体的 它的由来 在这个规矩里面的东西 找到它怎样走成为 规矩的这个过程来 然后你在里面去把它这整笔 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一整自由的书写 找出来 因此呢 我的学生们玩了以后 他说哎呀 怎么会这么叫 叫学生 你这么一叫 就把我们叫到斩草上去 我也不要他写凯书 也不要他写行书 但是我现在后来发现 他们随便写个行书 写得很好 因为在基础里面 给他们认出这些东西来了 你看就这么几个学生写的 都五十好几 都是零基础 完全这个样子了 我最近收了一个学生 我的单位 原单位的一个领导 特略线呢 是吧 五十七 特略线 他是个副手 你看 他最开始跟我玩 我来说来这个 你看那个上面 那个字写的 他最开始拿了这个笔 笔都拿不稳 写的时候抖 是吧 然后写的也写的不平正 慢慢的慢慢的 你看他写到下面来的时候 从上面上面 一个过来 他一个星期的写很多遍 慢慢的慢慢的 你看他 走到下面这一条来看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已经开始走上正路 到过三个月 大概是两三个月时间 这个 这就是最近 因为刚才看的那些呢 后来写张草的 大概是两三年时间 玩到这个样子来的 是吧 好 他就玩到这个上面 上面来了 好 这个下面呢 这些东西我就不想多讲了 然后我说说我自己 说说我自己这么玩 玩的时候呢 这个 今年正好是12年 我是2011年开始玩书法 开始玩书法 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 在佛山呢 就树了我的第一款杯 这个杯呢 七米 成三米 是吧 这个佛山佛幼宝经院 你看我写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 抬头写的是 传书 中间写的大部分就是这个 我的历书了 是吧 这是佛山佛幼宝经院的 这么一个70周年 所以请我写的这个东西 这个杯很大 是吧 这就是圆桌 是吧 那个刚才是那个 把它咳出来了 这个佛山是 佛幼宝经院记 是吧 就把它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么玩了以后 他们特别特别高兴 哎呀 人家说你 他们居然 在佛山找到 长沙找到我 其实广东市这个 书法高手很多的地方 但是他们就找到我 是吧 写成这么一个东西 我就是以历书为我的 基本的基础 这时候你们现在 看到我的历书 其实和你们 看到各种各样的历书 都不太一样 是吧 因为我是这么多 玩了很多以后 我是把它综合起来 写成我自己想要的 或者说我写成出的 一种面目 那我这个 为广州的这个 有个没法出来 是吧 没关系 我也为广州 开元学校也写了一幅 很大的这样的 然后呢 写了以后 2019年的时候呢 这个 因为我是武大的嘛 那个邓小满教授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谈我的说法 然后在这个谈书法之前呢 有人也写了一篇文章 谈我的摄影 是吧 这个 我摄影呢 是2009年开始买第一台相机 是吧 说法是2011年开始 玩说法 是吧 所以几个东西 我这里不是自吹一下 我说是什么呢 我说 就是说我们如果 以一种这个 以一种这个 我们正确的一种方式 方法玩下去 他将会得到某种回报 所以呢 这个小满老师 写我的时候呢 他 他评价很高 他为了写我的时候呢 我送了一幅字给他 他找到 这个福贝省 美院的 也是福贝省 大家都知道的 周少华先生家里面 去把我的字 先专表起来 专表说 周少华先生 看到我的字的时候 给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 他说了一句 很惊人的话 他说 这是谁的 谁写的 写的好 写的太好了 这个 他原话我就不说了 我就说 原话会得罪人的 他说 我们这里 没有人写得出 很想把他 在文章里面 写成这么一句话 是吧 就是说 后来小满老师呢 把我的这个 写的东西呢 他说我写的东西 你看看 他说后面什么 有一种 湖南人的霸满精神 与未经时代 尚未消磨的原始 生命力 相结轨 相人活 最典型的 展现了一种 湖南人的生存方式 我想把这句话说一下 我刚才说 我要在血妹上 书法 其实 我所想的就是说 书法 一定是心性血脉 上的东西 我说 王熙之 那个圣教 那些什么 蓝天集虚 那些什么都 没多少好看的 因为我看他们的东西 没有感觉到一种 心性血脉 一定是一种 心性血脉的东西 这个心性血脉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种内在的 生命力的冲动 它一定是一种 非常具有 强大的 生命力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要把它写出来 我要把它 冲写出来 是吧 只有这样 你的情感 才能够表达出来 是吧 这里 就要说到这么一个词 Astatic这个词 美学 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人在谈美学 但是我告诉你 等美学这个词的意义的 没有几个人 真等它了 美学这个词 Astatic这个词 是1750年 德国一个哲学家 叫巴姆加通的 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就说 他第一次在人类史上 人类美学史上 第一次提给你 这么一个词 这个词 他把美学 是搞什么意思呢 就是感性 感性学 他研究的是感性 也就是说 他是以感性为对象的 一门学问 其实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你可能还不一定 能够深刻的理解他 但是我看了 我也读了他那些书 也思索了一下 是研究感性的 这么一门学问 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 意思呢 我知道2017年 有一次我外出摄影 带那边小册子 偶然一翻 翻出这么一个册子 他那个有一句话 他是在Astatic这个词 前面加个 否定前缘 A 叫做Anaesthetic 这个词 是吧 Anaesthetic 他变了否定前缘以后 那个词发生了 值得变化 那个变化 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什么 叫做麻药 你知道这个 我当时看了这个词 就成了麻药了 哎呦 我当时一下 我说他妈的 我对美学的理解 上升了一步了 彻底搞清楚了 当你被麻了以后 识出了 知觉就识出了感觉 你就不美学了 你就没有美学感受了 但是 你只要你有感性 还存在着 那么 你一定就在审美做 因此 你就是 审美的制造者 也就是 美的制造者 因此 这里说起来很简单 那么 美是什么东西 你看看 我下面又有一个文字 又有一段话 这是对小蛮教授 他谈到美的时候 对小蛮是我的 书勋 也是老师 是吧 这个 现在在华镇科技大学 在全国名气很大 谈到美学的时候 所以他说到了一个什么呢 他美的本质 必须从感性增益去寻找 那么 艺术是什么 对美的 这个美是什么 美是 他说美是 对象发来的情感 就是把你的情感 搞到一个物上去 对象到一个上面去 这就是一种情感 艺术是什么呢 艺术就是你这一种 情感的 对象发 你又很多情感 把它制造出来 把它表现出来 美感 美感 又是什么呢 它就形成了这些艺术 美感是什么 美感就是人成对象发来的情感中 感到了一种情感的一种共鸣 然后你把你这种共鸣的活动 这种审美活动 传达给大家 因此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审美活动 当我们这么去理解美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搞清楚 其实我们在玩书法 也就在玩美学嘛 也就在玩艺术嘛 艺术这个说起来 也就不是那么高深了嘛 就是你的情感的对象发嘛 把你的情感对象发出去 你能够使大家在你的对象物中间 使大家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 你就把你的传达任务出去了吧 你的共鸣越强 你的艺术感远力就强了 你的艺术的感人更强 实际上就是你的情感表达更强了 因此 没有什么 书法也不高深 也没有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依着你的情感去写 这是为了把你的情感 很好地表现出来 你走一条正处的路 你使你玩起来 书写起来 不会感到枯燥 不会感到麻烦 不会感到我写两下 不想写了 刚才我那个学生中间 他有一个是学艺术的 中间断断续续 写了好多回 跟老师学了好多回书法 写两个月不写了 写两个月不写了 我为什么不写了 写不下去啊 路子不对啊 你说一开始压力去写凯书 那么一笔一发 一笔一发 哪个小朋友 哪个人有这个坚持心 即使你有这个坚持心 你把你的凯书写得很好了 你这后发现 你没有情感 你现在我看那么多凯书 千篇一立 我一看完别人一旁 别人问伦老师怎么样 我一看 别人一旁 没意思 为什么 我看着就是千篇一立啊 我说人类的情感 是多整多样的嘛 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感 你要把它写出来啊 知道我说的写的意思了吗 你要轻抖出来啊 而且你要一种强烈的方式 把它轻抖出来啊 你方式越强烈 你的感染力越强 你感染人的力量也就越强 所以我认为书法就要这么玩 是吧 它是审美的 审美不是个男士 就是一个感性学 是吧 你情感着 你感性着 你就是美的制造者 因此马克思也还说过一句 这个世界实在是按照美的原则来生产的 你们在家里面随便摆个物件 女孩子喜欢摆得整整齐齐 那干什么 美啊 你如果在家里做一个东西 你难得去做一个根据 做一个什么东西 把那个磨得干干净净 搞到个东西 干什么 美啊 那美就是预约的嘛 是你 所以这么一说 其实我们就是个美的制造者 我们天天都在制造美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感性 我们天天都在感性做 因此我就是在审美做 我在审美做 我就是在制造做 不然没有东西 是吧 但是 你想做一个好的审美者 你就要了解 背后的一些 lowhow 诀窍 所谓继续诀窍 你要知道它怎么玩 好 你知道怎么玩 我要走一条怎样玩的路 走得更好 这就对了 这就叫做书法学习的逻辑路径找对了 是吧 这个所以我说 我今天谈的 主要是通过这个逻辑路径的学习里面 谈我对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这个 东西很多了 说因为这个 我大概已经超时了 但是不急 不超时了 以后呢 我想还想 简单的说两个故事 这是很多年前 我写了一幅字 带了我孙子 没事出去的时候 在长沙一个书店 那个书店专门卖文明的 带带的 对一些 专门带文房市保 我就给他看一下我这个字 我说这个字怎么样 这个《这么一幅字》 我当时我没告诉他 这里我实际上也说一个书法和文化的关系问题 那个老板呢 经常接触的是书法界里面的朋友 他说这个幸福很有意思 这个字写的好啊 这个字写的好 不是书法家写的 当时他说 我就觉得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他说这不是书法家写的 我真要想把我这提起音讯去来了 我说书法家怎么写的呢 他说书法家 尤其书写那些 常赛的那些人写 他里面就是找技巧 他说这里面 我说这个字呢 这个字成本一种文化 所以就觉得 我这么一说 好像我还在文化 所以这个字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我也想讲一下 讲一下就是 广东一个艺术家 要我写一位两个字 一位两个字 这里面呢 我为什么要说 因为我觉得我在谈文化 这个背后它是有文化的 我把他写了 他找了我一个朋友 给我送了一大堆礼物上来 我也不能不写了 然后写好以后 他拿走了 拿走了以后 我在家里 投缘一下 坐立不安起来 马上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 好家 那两幅字 你给我扯了 不能要了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了两个字 他说你写得很好啊 好有味道的 我说问题就 存在那两个字 我写了吗 太有味道了 不行 我说 他说那为什么呢 我说你过来 我现在存协写了 他马上就过来了 过来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那个好啊 不能好 我写个一位两个字 我写得好有味道 我觉得我太没有文化了 这个一个东西 你好有味道以后 你还有什么味道 你告诉我 就没有味道了吗 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你万物都已经生过来了 你还有什么味道 我要写出了一种 没有味道 他才有味道啊 他才有万物都有味道啊 所以我最后说 我重新写了一下 写的没有味道 你过来看一下 写这么一个字 是吧 我说我写的没有一点味道 我这写的很平平净净的 但是你们看到 我写的一个一字 这一字不是谁可以写得出来的 两头基本上都是 九十度的断笔 是吧 手尾还也都是一样的 你怎么可以写出手尾 它们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九十度收出来 没有味道啊 稍微有一点点 往上面敲一点点的东西 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里面呢 这就是你别看了 这个一是最难写的 是吧 我说这里面把它写出一种没有味道 他才有味道了 他这个很多东西就在这个一痕里面啊 这一片一辣里面啊 没有味道 平平整整平平和和 他才有味道 因为道生一一生二生三生万物 在万物中间 他就是一定是成一个最开始的东西伸展出来 你把什么东西都写好了 没意思了 所以我说 其实书法 它背后是文化 这个是这么一种基本上精神 我在表达这里啊 讲到这里呢 我多次说 会想到黑格尔 谈希腊雕塑 是吧 我黑格尔说到希腊的雕塑的时候 他说了一种静默的哀伤 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 你开始可能也不等他 这个为什么会说一个静默的哀伤 而且这么有名 实际上你想一想啊 艺术 其实任何一种艺术 都是一种悲剧性的东西 都是一种悲剧性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的书法艺术 他是带着尿铐在跳舞啊 汉字是基础 在这个汉字的基础 限制里面 你要把写出无限度的可能出来 多难啊 你是不是一种哀伤啊 他跟他说古希腊的雕塑 雕塑的都是雕塑的 神啊 神他们华力无边 但是他也还是能用一个 有限的表现的方式 表现出来 是不是也是一种哀伤啊 非常的哀伤 非常的悲催 非常的无可奈何 中国书法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 有限的东西里面 你可以把你的无限的心境 写出来 是吧 比所有都大的 其实是你那个小小的心啊 是吧 我们说大海大 参天大 其实都没有你的心大 所以 我们身边受到我们的躯体 限制了我们 但是我们有无限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用这个 书法的这么有限的形体 展现出你的一种无限的可能 好 讲到这里 下面看看我的一些作品 这个我尽量的想以我的这种方式来表现一下我对书法的理解 这是我最近呢 办了我一个书法长 有些东西呢 是我的书写 是吧 为了我的展览的时候 我这次展览呢 因为他们都不认识我 我还告诉你 我不是书写会员 我也没参过赛 什么都没有 是吧 但是呢 他们就是要要我去展览 展览以后呢 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好评 我刚才前面打的那个东西 但是那还是不够 后面后面有人给到一个评价 他居然 居然福南省文化厅那个厅长 也是曾书写的一个理事 他给的那么高的一个评价 他说很正好 让我发现一座高山 我说我不敢当 不敢当 但是我把我的一些作品 给你们展示看一下 看他到底是有没有 可不可以引起我们一些心灵的震撼 但是呢 我这里也是写的我的证书 是吧 你看我的书写 也说是颜体 还说什么体 我说都不是 我在追说 我每一个字的造型 我都是说 我写凯书 我也写 我写颜真卿 我就想写颜真卿的爷爷 想写颜真卿的爷爷的爷爷 因此呢 我会结合着很多东西去想他 因此我刚才说了 我要走完西枝的路 但我更要走完西枝走过的路 我如果还写 给你们写个颜真卿 人家说 老师你就是个颜体 你颜体写得不错 但他如果说这个方式 我就觉得 对我就是一个大大的低频了 我也觉得就是这个露了 我在写这些 我就想结合了很多东西 我在寻找他怎么来 颜真卿怎么来 我可以以后写出 我从他的路走过来 我要走去一个 王正卿 龙正卿 张正卿 李正卿 可不可以 我写这个走完西枝 我写完西枝 我写完西枝走过的路 可不可以写出一个 一样的西枝西枝 把前面心改一下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 你看 我也写了很多证书 我要你们别写楷书 我后来也会 以很多方式写证书 但是我的证书里面 我是凝聚了很多情感的 我对书法的理解的 这也是六词的写的东西 看我的凯书 基本上呢 你也可以看不出来 哪个唐凯的哪个的 你看不出来的 我的凯书大概呢 可能就结合在 历书和凯书证监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东西 它是背后有文化 它是背后有来有致 你看 而且你看我这个 还有一条 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个手笔是很有意思的 我没有 他们通常的 起逼这么 往右要先往左走一下 手写得过去以后 要肥过头来一下 我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 其实我刚才说了 写字是写的 一定 你这么一有 过去了以后 你就把你写的 心境就写得没有了 然后你把它本来 就是一塌而下 一塌而下以后 你还要收回了 你他妈又把自己封闭了 我不想封闭自己 是吧 我想把我的情感 就这么直接的流淡出去 因此呢 我就这么写 你看呢 这个手笔 这些什么东西 我都是采取的 这么一种方式 是吧 这是我写 我说我喜欢 喜欢这个 这个 苏东坡 他们那些 这是我 我领的 苏东坡的 这个 樊洲 这是我写的 千字文小凯 我小凯 这个就是 格子只有1.5公分大 所以这里 可以看到 我写 这些 也没有 这个 历史上的 那些小凯的影子 但是呢 我可以说 历史上那些 小凯 大家的 我没有一个 没有凌过 是吧 但是我最后写的时候 以我的感受 去写它 这是我写的 一个难听 顺手写的 我就说 以我的 这本书写方式 是吧 这个 谁手写的 一个行书 是吧 这是我 谁手写的 一个小品 是吧 写了几首诗 这也是 这个 结合了一些 行书 结合了一些草书的 方式书写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一种情感表现 到时候你们可以 看到我这种书写的时候 你看那个线条 线条的质量 是比较高的 这是个 这是一个六诗的 六诗是大笔给书写的 是吧 这就是 我刚才说过 我特别喜欢 斩草 是吧 我非常迅手的 一种 一种斩草的书写 所以这个 他们原来有一个报道 说我斩草好好 还有什么 什么说法 我就不说了 晚上一查 可以查到我一些东西 这也是我写的一个草书 我的草书 和现在很多人的草书 不太一样 因为我重视的是 斩草的学习 所以就是这里 我现在顺带说一下 因为我在学习的 基本观念 我是探员 例如说 金草 我就很少写它 我说金草 它的由来 它是在金草之前的 斩草啊 等等 这个组 减多啊 那里面出来的 是吧 所以我 我以这种方式来书写它 按不动了 这个是一张拔持的 这个拔持的呢 这个我这次展览的时候呢 我的主题是鱼骨为头 我就做了一个队 腰山卓瓣 鱼骨为头 搞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就是 我刚才说 看到石门顺的时候 我想给大家谈谈 我的这个草树的由来 你们看我这个线条 就是那个石门顺的 那个草树的线条 是吧 这种线条 这么写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 它很强大的力量 但是它就是一根金 所以它很难写 你看这也是一样 是吧 这个凡树的那个秩序帖 也就是一根金 是吧 我说它是一根金写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后来的 它是铁摸出来的 看不出那种力量 所谓凡树所说的 寒冤淫水汗枯藤 钻石跋杀 深镜铁 是吧 但是我想 我们一根枯藤 就要有镜铁的力量 你看这也是我的一个 镜铁的一种方式书写 书写出来呢 给你看到的 一种不同的感觉 是吧 这也是一样 现在我在玩大草 在大草上面呢 我就把这个精神 基本上把它贯存进去 实际上就是说 我要找源头 我不学大草 我不学凡树 也不学张序 为什么不学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那都是情感的一时之拙 你要学它 你要学什么呢 学它的小草 学它那些东西 你在这个小草中间 把张草中间 你把你的鼻鼠学费了 你这个起点很重要 从哪里学起 我又回到逻辑上面去 是吧 你要找它的源 去玩 因此它那个 有了那么一种情感 以后你掌握了很好以后 你才可以情感一时之拙 发了发了发了 你就是你的大草 你以后就是你的秩序题 是吧 但是你现在去写你的秩序题 你写不好的 因为你没有达到功夫 你情感也达不到 因此大草是不能学的 你顶多学到它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也写过反书 写过詹序 那些古诗洗手啊 什么 和秩序题啊 这些我都玩过 是吧 但是我最后决定不玩 我老师心智一来 我写我的轮体 哈哈哈哈 龙老师写轮体 你看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石门顺嘛 我说 我就是在林博 做石门顺的那些 这也是有一种这样的 笔筹来写一些东西 是吧 你看这个石门顺的这个笔筹 你看这么几根筋 是吧 这么几根筋 你写出来 你也不会觉得它单薄吧 是吧 你信条有力量 又有灵动感 写出来 它就会很好的 几股无闷 楚河乃清 这个 大概是王辈三人 邓石渝的这个一幅对联 我就觉得这幅对联 我很喜欢 我到时候 我最后就演这个 张草 这个这个 石门顺的这个笔筹 把它写了出来了 是吧 我也玩玩这个小 遍体 是吧 写了坐腕两个字 坐腕是专指的一句话 多肢体 是吧 诸臣民 离形去治 同于大腾 此为坐腕 是吧 他要你把这些东西 臣民都去掉 肢体都不要 有神去有交 是吧 就是坐腕 好 讲学就到这里 大概就是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 谢谢龙老师 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那么接下来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请大家扫描 屏幕两侧的二维码 进行提问 然后 我们会把大家的提问 在后台 会给龙老师筛选 然后进行回答 好 请我们工作人员 将我们的扫描屏幕下方那外码提问 我们老师也会进行筛选 因为时间关系 好 大家可以 好 大家可以扫码提问 对 这些问题 您可以选择一下 好 请这位读者保持安静一下 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因为这个字比较小 我念一下 有人说 书法最能体现中国文化 也有人说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 大多却只注重技法的讲解 难以上升到文化的层面 请问龙老师 如何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 贯穿到教学当中 这个法体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 字很小 我看不太清楚 他念了一下 实际上 这个 师父我们在教学中间 有某种脱节 其实不会脱节的 例如说 我刚才说 运笔上面 是吧 我刚才说到运笔 其实我们这个运笔的证据呢 我都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么运笔 我给你讲清楚 是吧 这种运笔 它给我们带来的 背后 它的文化精神 是什么 所以 你如果从这个上面去理解它 它就可以 不会单调 但是它技术的时候呢 你说要把这个运笔 要把它作为一个 很好的完整的过程 中间学习 这也告诉你 中国文化里面也讲掉 就是 莫辞尽黑啊 是吧 要下功夫 你没有这么一种功夫 你去下下去 你是不可能 把它玩下来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学习过程中间 教学过程中间 它都是一种 贯全我们这个基本精神 好 问题 你说 到我十几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你看我要我的学生玩书法 他走过去我都要他玩一种规矩的东西 例如说我要他们玩章草 我说你先从章草的规矩玩起 那里面实际上就把这个符合了 你所说的草书会里面那些基本东西 毛主席的草书呢 他有很多他不是很规矩 但是呢因为他的情形不在那里 他的草书里面经常有很多是行书草书法 是吧 倒是不影响他我们对他的看法 书法的那种表现 所以其实呢我们的 你如果从完全从这个草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你要好好的玩草书 这种草书我刚才说不要玩大草 不要学大草的目的 就是说你要在小草里面把规矩玩下来 好 是 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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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